早上好呀 姐妹妹 你今天吃早饭了吗 今天咱们来更新一期早餐视频 提前一碗把肉馅打好 少量多次的加入清水 调成这种比较湿润的状态 然后加上点老抽 生抽 姜末 13香 盐 再用花椒 大料 葱段 姜片 炸个料油 这个料油呢 每次做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 用它来拌馅特别香 给它拌匀就行了 我今天是用了300克的面粉 加上酵母清水 给它揉成一个偏软的面团 都准备好以后 放入冰箱冷藏起来 第二天早晨 从冰箱拿出来以后 回温10分钟再用 你看这个面哈 虽然说是冷藏发酵 但是发的也特别好 这个时候再把葱花倒进来 放点芝麻油 给它拌匀 这个馅就调好了 发酵好的面团 揉面排气 这样蒸好的包子 或者是馒头也会比较光滑 剂子大小咱们就随意哈 我这里大概是每个剂子 30克左右 包上不露馅就行 都包好以后 醒15分钟再上锅蒸 我这里还煮了几个红薯 一个鸡蛋 我用的这个是甜玉米粒 这个玉米比较大 只用了半根 再加上点小米 黄冰糖 清水 给它打成汁就行了 包子水开计时 我蒸了12分钟 这个玉米汁真的是超级推荐 家里两个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喝 好了 我们开始吃早饭了 有喜欢的朋友 你也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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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